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新西兰政府9月3日宣布将对游客征收的入境费用大幅提升将近三倍 此举遭到了旅游业界的批评 认为这将阻碍游客的到访 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从10月1日起 国际游客保护和旅游税 简称国际游客税将上调至100新西兰元 约合91.87澳元 以确保游客在访问新西兰时为公共服务和优质体验做出贡献 目前 新西兰国际游客税费为35新西兰元 而澳大利亚公民及永久居民 太平洋岛国公民 过境旅客 外交官等可以免交这笔费用 与全球许多热门旅游目的地一样 新西兰也面临着游客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并且大量游客使得基础设施压力倍增 虽然该国在2019年7月开始对国际游客征收35新西兰元的游客税 但这并不足以覆盖众多游客带来的相关费用 政府认为上调后的国际游客税费仍然具有竞争力 并坚信新西兰仍将是一个吸引人的旅游目的地 然而 该国旅游业协会却持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更高的税费将阻碍游客的到来 特别是考虑到该行业曾是新西兰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 但目前仍在努力从新冠疫情期间严格边境管控带来的打击当中恢复 该协会负责人利贝卡·英格拉姆说 新西兰的旅游业复苏步伐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 这将进一步削弱我们的全球竞争力 新西兰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6月30日的一年当中 旅游出口收入为149.6亿新西兰元 较疫情之前下降了5% 游客数量也仅恢复到了边境关闭之前的约80% 此外 新西兰政府近期还提高了游客签证的费用 并计划提高地区机场的收费 新西兰机场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利·摩尔对此表示说 这对正在努力推动新西兰经济复苏的旅游业来说 无疑是三重打击 评论 欢迎您在Facebook上关注SBS普通话页面